37.香港相報 南國旅刀創新謀變移居蘋果生態崛起 2015年7月22日特別報導 A12蘋果原處在國家西部大開發形成的南、寧、貴、楊、坤、明 經濟大的煙喉地帶 是大西南出海的重要通道 是由江河谷經濟開發大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員總免值2485平方公里 核九鎮三鄉181個行政村 社區 總人口52萬人 藏、漢、遙等民族和睦相處 1986年 鄧小平一具高尖遠足的廣西蘋果女要求 拉開了蘋果園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大幕 也讓蘋果的旅工業從無到有 從弱到強 直至成為南國旅刀 直在旅工業的發展 蘋果園三次入選中國最具區域帶動力中小城市百強院市 連續四次入圍中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院市 左右江革命老幼振興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 蘋果這個資源形成市的轉型形來了新機遇 隨著一圓兩成七品牌 一圓 蘋果工業園 兩成 蘋果大學性 蘋果體育性 七品牌 工業品牌 城市品牌 特色農業品牌 旅遊品牌 教育品牌 體育品牌 民族文化品牌 建設的紮實推進 一座遣山露水 生態移居的現代化源臨新城正崛起於油缸 中何半 香港商報記者李麗方靈以特約記者來勇強創新區 動速工業轉型升級蘋果園工業經濟潛力巨大 現已發現的礦藏主要有鋁、鐵、鈦、碼、水晶、大鯉石、石灰石等 其中鋁礦儲量達2.9億噸、礦石品位之高、氧化鋁含量高達60.45% 儲量之多、質量之優可與產鋁著稱的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鋁礦相比美 全員鋁礦分布面積達1750平方公里 佔全員總面積的70.42% 而且礦體大、品位高、埋藏淺 大部分是露天、極易開彩、石灰石礦片布全員 方解石儲量估算約1000萬噸、蘋果園堅持推動鋁工業不動搖 加快推進中鋁廣西分公司煤電鋁一體化項目建設 從根本上解決鋁工業發展的平頸問題 促進鋁工業再次飛躍、努力延伸產業鏈條 重點加快鋁下游產業及配套產業發展 推進方舟鋁業高檔名牌汽車鋁合金輪局、 平鋁集團再生鋁、上合鋁業新型鋁財等項目 努力速承電解鋁二期工程項目投產 同時,積極壯大飛鋁產業、努力調整產業結構 扎實推進中鋁廣西分公司年產 500萬噸水泥尺泥綜合利用項目、 海特生物科技酒精廠遷建等項目、 大力推進門業項目、重點培育門業產業集群、 創建坦宣蓋產業園、力增金麥克生物科技金 借業提取飲料等產品規模投產 堅持創新驅動、努力推動新產品開發、 注重加強新產品、新技術開發人進和推廣工作 繼續鼓勵企業家大研發高負價值的系列名優產品 堅持產業聚集轉型、努力推進工業園區建設 進一步提升工業園區綜合承載能力、 促進產業聚集、2015年新增規想企業4家以上 優化產業空間佈局、大力推進市、 園聯建蘋果第二工業園區建設 打造新興產業承載平台、 加快推進農民工創業園項目建設、 政策行李打造投資玉土蘋果園區位優勢優越 廣坤高速、南白高速公路、 馬平高速公路、 雲貴鐵路、高鐵、南坤鐵路、 324國道、省道S313線S208線和油江航道川景而過 油江蘋果港口上塑白色、下達南寧、吳州、 經廣州出海、完成距南寧吾維國際機場和 白色巴馬機場車程均衛一小時、 形成公路、鐵路、水路、 航空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 在北九前國務院出台的左右江革命老幽鎮興規劃中、 列入規劃遍區的蘋果園,可享受財稅、 金融、投資等多項優惠政策,目前,經蘋果園黨委、 政府評審後形成了蘋果園左右江革命老幽重大項目、 重大事項和重大政策,其中重大項目、 含重大事項、申報項目共四十三項、 重大政策十一項、四十三項重大項目、 含重大事項、總投資753.2億元、蘋果園繞產業集群推動工業項目、 重點推進市願共建成直東部產業轉移園區、 碳酸蓋生產基地、名貴木財新加工產業園區等項目建設、 積極推動廣西醫科大學蘋果校區和附屬醫院、 北市大樂玉小鎮、國家籃球訓練基地、動漫城、 觀音山民族文化園等一批項目落地投資建設、 圍繞農民工創業園、加大人進小微型企業、 推動農民工創業就業、 現代農業風生水起蘋果依靠 鋁工業發展成為廣西工業大縣, 但蘋果屬於赫斯特岩融地區, 全員百分之六十的人口生活在大石山區。 蘋果園根據自身情況, 每年都拿出約一個億的財政資金支持發展高效農業產業、 通過工業返布農業、大力發展葡萄中植、 臨下養雞、總桑養蠶等一鄉一業特色產業、 著力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步伐。 同時,加強農產品產地市場建設、 加快推進農業冷鏈項目、 農產品綜合批發市場建設、 做好產、工、 燒一條農服務、 創新農產品流通方式、 支持電商、物流、商貿、 金融等企業參與攝農電子商務平台建設 目前,全園有蔬菜十六萬畝、 金姐十一萬畝、 桑園七萬畝、 火農果三萬畝、 葡萄兩萬畝、 初步構建適宜各鄉鎮發展的特色農業體系。 此外,蘋果園依托農業特色、 大力發展農業觀光旅遊、 農家樂園、 促進農業與觀光旅遊、 休閒度價的有機結合、 每年一屆的蘋果端午節歡樂活動、 開展別對特色的渣雞、 渣豬活動、 有力促進一、二、三產業聯動發展 向廣西高校農業、 特色農業典型示範園賣盡 從旅都到旅都的美麗碟邊 蘋果在創建全國園級文明城市 國家園林園城廣西圍山園城中 伊托一山一景一公園、 吊水聯通等項目 打造公園移居城市 伊托人進廣西醫科大學蘋果附屬醫院 打造休閒養生養老保健服務一體化城市 同時僅二零一四年投入四十五億元 完善城鎮基礎設施項目 建設和路網規劃建設 加快城區陸化、量化、美化升級 今年底、雲貴高鐵張通車 蘋果園與南寧 白色的距離將由目前的一小時減少到三十分鐘 街時南寧 白色市民到蘋果坑街、購物、休閒、 基本實現同乘化、且有旅遊的享受 同時 蘋果圓環加快推進一批旅遊新項目 重點是布鏡湖旅遊項目 著力把波造打造成為旅遊小鎮 加快推進通天河、 爐仙湖國家濕地公園等景區改造提升 繼續開展端午歡樂節活動 打造植慶旅遊品牌 促進觀光旅遊、水果彩摘、 荷花觀賞、 趣味節慶、體育賽事融合發展 形成美食、娛樂、購物 健身於一體的旅遊品牌線路 加快蘋果從旅刀到旅刀的轉型升級 一圓兩成特顯蘋果魅力蘋果圓 為擺脫旅工業一支獨大的現象 根據自身情況 扎實推進一圓兩成建設 深入滑掘增長潛力 蘋果工業園區規劃總面積30平方公里 市自治區A類產業園區 園區分類產業園、興工業園 蘋果園農民工創業園 綜合工業園和綜合化工聯等4個園區 2014年底,入園企業達98家 安置勞動力就業1.82萬人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43家 總產值億元以上企業25家 園區工業總產值185億元 工業增加值65億元 上繳稅金7.5億元 蘋果體育城一期工程投資9165萬元 以建設完成蘋果體育館、蘋果網球中心、蘋果籃球訓練館、 氣排球場、籃球場、五人製足球場和潑水廣場 其中佔地65畝蘋果網球中心 是廣西目前規模最大的網球運動中心 2006年初,蘋果園就實施創辦廣西首個園級大學城 規劃用地達1萬多畝 同年6月,蘋果大學城被自治區力入廣西十一五高等學校設置規劃 目前,已有六所高校樂戶蘋果 規劃到2020年蘋果大學城在校學生將達到十萬人以上 蘋果,這座昔日依靠女資源發展的城市增加快轉型 潮著建設教育強遠、打造教育小鎮的目標賣盡 五大商機器引港之探宣蓋產業事分員項目 選指蘋果園市園共建成接東部產業園區 規劃佔地5386畝 位於南北高速路蘋果果化出口1公里處 比倫蘋果工業區 園區將充分利用蘋果園境內碳宣蓋礦產資源豐富的優勢 主要承接碳宣蓋精深加工項目 大力引進國內大型碳宣蓋加工企業投資建設 把園區建設成為集研發、生產、加工 銷售於一體的碳宣蓋產業示範園 把碳宣蓋產業發展成為推動蘋果園 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柱產業 每年項目利潤總額約1萬5千至2萬萬元 投資回收期約5至7年 葡萄、火龍果規模種植及精深加工項目 項目規劃種植葡萄5千畝 火龍果規模1萬畝 進行標準化生產加工廠房建設 項目建設內容主要包括 標準化廠房、配套物資倉儲倉庫、辦公室、員工生活區 以及配套水、電、氣外報接入等輔助設施 通過項目帶動 每年為基地農民每貌增加收入800至1千元以上 每年可為公司實現離稅1800至18000萬元 農產品綜合批發冷鏈物流中心項目規劃建設集農產品收購、冷藏、加工、銷售、電子商務的綜合物流平台 項目建設內容主要包括 水果蔬菜批發市場、農產品檢測中心、農產品冷藏保鮮中心、農副產品綜合物流中心、電子商務中心 項目建成運營後年可實現6萬萬元生產總值 年利潤4500萬元 名貴木材新加工產業園區項目 蘋果園森林面積42903.6公頃 活立木面積169.9萬平方米 該項目計劃用地約120畝 預計總投資額為5億元 利用蘋果園優越區位優勢、盛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 打造一個雜名貴木材加工、家具生產、銷售等為一體的產業園 構建蘋果生產業 根據深加工的產品不同 每年項目利用總額約15000萬元 投資回收期四年 養化女深加工項目 建設養化女深加工項目生產線 主要包括項目的廠房、辦公樓、宿舍、設備構置安裝及其配套設施 根據深加工的產品不同 每年項目利用總額約12000萬元 投資回收期五年 旅民同接種 旅行 旅行 例放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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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